中国式现代化 我想在经济领域 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就是第一个 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那这个人口规模巨大了 我们考虑 中国现在是14亿人口 发达国家的总人口 加起来现在不到10亿 所以说中国的现代化 它是史无前例的 就是从这个人口规模来看 是史无前例的 当然了 它所走的这样一个道路 就是中国特色的 这种现代化道路 也是前所未有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了 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 从中国的国情 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出发 来进行分析 而不是仅仅依靠国际比较 所以我觉得国际比较 在很多的时候 对分析和判断 中国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前景 只是一个参考 更多的 比如说对中国的 潜在增长率的分析 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阶段性特征的分析 要主要从中国的 现代化的这样一个实践 来出发 要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这样一个历史出发 从这样一个分析 我想才能得出一个 正确的结论 这里特别注意的 就是中国现在发展 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 它的这个普遍性和深刻性 比现在完成现代化的 这个国家要深刻的多 那么我们现在了 人均GDP连续两年 超过一万美元 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 起点水平 但是了 我们还有六亿左右的人口 每个人了 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的人民币 所以我们说 你这个年收入一万多人民币 和年收入一万多美元 这个就折射出 我们国家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这个程度 和它的这样一个普遍性 所以中国城乡结构 区域结构 包括产业结构 包括消费结构 包括收入分配结构等等 它的这样一个 结构调整变动的潜力 是空前巨大的 所以从这点来看了 中国经济面向未来 是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 这个仅仅依靠国际比较 是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所以我想 中国是现代化 从经济上来看 第一个就要看中国的 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 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特点 所以要更多的了 基于中国现代化的 这样一个伟大实践 来进行分析 来进行研究 这样的话 才能把中国现代化的潜力 估计准 把前景了把握准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是现代化 它现在 我们是叫 社会主义制度下 推进的现代化 从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理论来看了 社会主义 这样一个社会阶段 是高于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社会阶段的 所以从长远来看 我们通过实践探索 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不断的充分的发挥出来 我想中国是现代化 所达到的高度 所达到的文明进步的水平 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 解放的水平 是要显著高于现有的 所有的发达国家的 所以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前景呢 也一定要有充分的估计 所以我想呢 中国是现代化 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 我觉得要特别注重 这两个特点 新型工业化 实际上它是指的 我们这个实体经济的发展 和信息技术的紧密结合 或者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 一个紧密结合 我想这个进程了 在过去十年了 也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 那么目前这个发展势头了 应该说还是非常蓬勃 非常有力量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推进 这两个方面的融合 能够了向着一个更协调的方面 向着一个良性互动的方面 向着一个共同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方面 来做得更好 做得更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